答应你们的发妆指路来了 温柔温柔 气质本质 复古本古 上次分享了发妆的调查方法 还不会用的小母爱你自己去补补功课 我看很多人都说 这头发太多太长 然后加不住 其实呢 你们可以根据它这个张力 去判断它的包容度 按压到这样的怀抱状 可以大概去估计它的容纳量 然后你们在加住头发的时候 你们可以上下捏一下 这样呢会更牢固 今天咱们先分享长发 发量有一丢丢多的小鲜女 可以入手的夹子呢 均价不超过20 头发短点的妹子呢 你们等我下一期 第12个 这两个是一个款的 从不同的店入手的 本来想看一下质量上 会不会有什么区别 其实差不多 然后你们可以根据价格 看看哪个便宜的每个 这两个都属于简约款 黑白两个颜色呢 都是万能色 而且这个白色还是有点奶白 不是那种粉白色 不会很突兀 它两大西装和衬衣都会很好看 第三个 如果你头发真的非常红量多 你找不到适合的发型 那推荐你这个 这个的长度和疏尺 都是这里面最大的 所以它的包裹率也是最大的 唱后发都可以用 它整个造型呢 是古珀色的 很复古 比较有女人味 嗯 很好搭配 驾驭好了 你就是温婉高级 搭配不好 你就可能是大妈 第四个 这个形状 它跟刚刚那一样 属于复古女人味一点的 但是它的颜色 是个透灰色 我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它中和了它的复古感 带一点点 简约 随性 可言可甜 裙子和T恤都可以搭的 第五个 你们别看这个 size小 但它的包容力其实很强 所以呢 它是可以长发 用来盘拳头的 如果你要想紫扎一半 那也行 花纹是个带帽纹 在家还带店买的 质感特别好 属于比较有气质的款 如果你搭配比较简单的时候 用它有点睛之笔的效果 最后一个 在我头上 给它弄下来 这个是我 营营的一个珍珠款的发端 它这个形状叫鱼姬尾 它搭泡泡秀的上衣呀 或者你再搭一些小的裙子呀 下个珍珠耳钉 会显得特别的温柔和仙气 这种款就属于 小心女的必备吧 好了 这期分享完了啊 等我下一期 拜拜